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Alan Yo from EVO Marketing 那么今天为大家解决一些关于Facebook Page Manager手机程序的一些小问题 跟一些Tips关于Posting的 第一个问题人家都会问就是他的Facebook Page的logo 正常的他目前是很Brother 现在是2019年的6月 那么你要等给Facebook一些时间 他就会调整给那个logo跟名啦 如果你用电脑看的话其实是名的 只是他在手机版 你用这个App的话呢 就是这个程序开的话 你会看到自己的Page的那个名logo是Brother 可是在普通Posting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看Posting的那个logo是clear的 好 然后如果有时候你做错一些Posting 或者是要更改一些Posting 或者是要删除 很简单 你只要来到这个Posting 比如说这个是Prodot的Slamat Haralaya的Posting 当然因为我们是管理员 所以我们可以做更改 在这个Prodot的Page 好 你在这个Posting的右上角 你会看到一个三个点对不对 大家要记得三个点不管在哪里 哪一个website哪一个程序都好 三个点都是代表setting或者是edit 所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edit post edit post的话呢 你可以更改日 你可以打日 然后你的手机 你也是可以加那个emoticon 就是表情下去的 非常方便 OK 好 那么要edit的话 一edit好 比如说我加一个U 你按save它就会autosave save在U上角 看到吗 时间的下面就是save 如果没有东西要edit就bet不了咯 就按回去而已 discard掉就是cancel掉 再按回这三个点你可以看到copy link copy link是可以把这个posting的link可以send给人 你可以让人家直接用手机开这个posting 非常方便 OK 那么我们再回去那个posting 再按回那个三个点也有delete的button 如果这个post你做错然后很urgent 你就直接按三个点直接按edit delete你就可以把这个posting删除掉的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关于share的setting OK 这个我会留在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好